108 浙江日報 當當網回歸圖的灑 2015年7月13日經濟潮生活11獎為陽光經歷了國內股市空前的增蕩 正當市場和投資者信心都面臨收復的事後 7月9日晚 國內著名互聯網企業當當網發布的一則公告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該公告稱 公司董事會議收到來自董事長如如和 CEO 李國慶的私有化邀約 謝意未著國內首加乎海外上市的電子商務公司宣布搭上從美國股市的退市之路 當當網視2010年12月8日在紐交所掛牌的 當時開盤價為24.5美元 加發行價16美元上漲53% 而近5年後 以7月9日6.77美元收盤價計算 當當目前總市借5.44億美元 股價相比上市初期達到的近35美元的高點差了一大截 如如在向當當網員工發出的內部信中 作了這樣的表示 我們反復考慮了美國和中國資本市場的環境變化 做出了這個重要的戰略選擇 內部信中說 上市 給當當的投資人和那時有期權的員工帶來了風口的回報 也為當當十年創業做了漂亮的總結 作為當當網的用戶 不者目睹了這交互聯網企業的成長 當當網上市後 這幾年發展令人掛目相看 其通過在天津、無石等地增設發貨倉 大幅提高了物流速度 原先定書要隔數日才能收到 現在不少輸當日訂貨 第二天便能送上門 不僅如此 當當的經營範圍還擴大到 iG產品、服裝、兒童用品等許多領域 而這一切的背後離不開資本的支持 現在 國際資本市場和中國資本環境發生了劇力變化 當當網覺得目前在美國市場5億多美元的市值 沒有體現公司價值 言下之意 當當網之所以要回歸 是覺得國內資本市場更能體現出自身的價值 以便讓自己更專注地在無線 互聯網家的年代裡 尋求更長足的發展 或許有人會說 事前段時間國內火夜的股市行情 才吸引了當當網的目光 不錯 在國內股市前期連續上漲的時候 確有不少海外上市企業表示要通過私有化方式回歸 以便獲得更多的資本支持 但問題是 現在國內股市經歷過巨大震盪 一些人產生疑慮的時候 當當卻在這個直骨眼上宣布回歸之旅 顯然有著更長遠的目光 從當當掌門人的表述中 可以看出 當當網回歸並非權宜之計 它是要找到一塊更有利於自己生長的資本動土 如國內資本市場顯然已經能夠擔當這一大任 今年6月初 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大力推進大撲平萬眾創新的政策措施 其中提到 推動特殊股權結構類創業企業在境內上市 這為互聯網公司國內上市和中太股的回歸打開了方便之門 特殊股權結構 惡業內人士理解 在大程度上針對的是 FIRE即協議控制模式 熟悉國內互聯網企業的人 對FIRE都不會陌生 所謂FIRE 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即可變利益實體 又稱協議控制 是指境外註冊的上市實體與境內的業務運營實體相分離 境外的上市實體通過協議的方式控制境內的業務實體 業務實體就是上市實體的肺 簡單地說 就是相關企業海外註冊 中國運營 境外上市 FIRE的產生 與當時的政策環境密切相間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 國內產業政策限制外資對於互聯網 廣告 電信等行業的投資 使得花這種通過協議而非直接持股的方式 即或德國內互聯網企業股權的模式草言流行 據不完全統計 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特克上市的200多家中國企業中 有90多家使用花架構 而新郎、阿里巴巴、百度、盛大、新東方等著名企業均通過 這種模式向國外投資者務集資金 目前 中國資本市場頂層設計已定 中國對資本市場改革的決心也是堅定的 近期 國內股市大幅調整給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帶來重大考驗 但專家認為 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 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的政策方向沒有變化 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金融結構調整趨勢也沒有改變 在新常態下 經濟轉型升級 內生動力增長來不開資本市場的助力 這張卡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帶來重大機遇 也內在地要求資本市場必須平穩健康運行 事實上 近期國內股市變化並沒有改變一些海外賞市公司回歸的初心 就在當當網宣布施有化的同一天 《歡聚時代》也公告清潔到來自董事長雷均和 CEO 李學寧的飛躍促盛施有化邀約 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各方面都穩存著令人垂青的機遇 百度掌門人李彥宏曾說過 互聯網家是當下狠火的概念 其核心就在於通過垂直行業與互聯網的結合 達到提升效率的目的 尤其是對於中國而言 我們的市場經濟只有幾十年的歷史 跟發達國家相比 我們的傳統產業運營效率 這環有相當的差距 如果可以用互聯網的思路 方法和手段重新改造 就可能實現後來居想 當當網宣布回歸 事在用行動向國內資本市場投出了信任票 我們相信 作為國內首加乎海外賞市的電子商務公司 當當的眼光一定不會錯 使用行動向國內資本市場 會使用行動向國內資本市場